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AI的进行式啦 也就是大家最近被 这个资讯轰炸的很厉害的 叫做CHAB GDP 那CHAB GDP我们来看一下 它叫做预生层啦 你看CHAB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有没有 预生层的训练转换器 那目前这个CHAB GDP 是由OpenAI它所开发的 那么我们免费的 免费的主要是用在GPT3.5这个架构 那它现在这个付费的部分呢 是用GPT4的架构 好 那以目前来讲 其实OpenAI它主要是以三个领域的部分 在用在这个AI的应用 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文字的聊天式的 那再来就是什么 做影像 答一 它有一个叫答一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服务 用来产生 用文字 产生图像 那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没有听到 或者它的应用上 比较少 应该说有人知道的就是Whisper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语音转文字的部分 我刚刚有提过像我现在的那个教学影片的部分 我就是用这个服务来帮我转换成就是文字 那正确率 那正确率确实提高很多 所以它目前主要是这三块文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 Triple GT其实你看到它的应用应该很多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它有没有一些问题 有第一个就是你可能有听过的叫做人工智慧的幻觉 过头过头来回头 幻觉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因为它到底是有智慧还是没智慧 这个好像还有争议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是有知识没尝试 其实就是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内容很多 因为它都是截取我们人类 应该说2021年以前 如果你Triple GT 3.5来讲的话 它就是在2021年以前的网路上的一些内容 那这个部分因为它资料很多 所以如果你一直问它一直问它 因为我们ChairGP它基本上老实说 它就像我刚讲的 它是根据前文后义去逐步产生它后面的 就是像你看到它打字的样子 它逐渐产生出它的内容 所以呢 当它可以查的资料越多 可以生成的资料越多 那它看起来就很有知识 可是相对的它没有尝试是说 因为它并不会像我们说 人类会所谓的查研观色 没有啊 它是一条肠子通到底 它反正查到什么就丢给你 查到什么就丢给你 所以你可能之前有听过 怎么有人用病啊 或者用这个ChairGPGT 竟然它后面想要跟他谈恋爱 或者甚至他也会生气啊干嘛的 就是会有像这样的情况产生 所以像那个我们微软有一个BING BING 这个受讯情它就有限制 之前的限制是 就是因为它有发现这样的一个 比较严重的状况 所以它就限制 你最多可以问20次 也就是说同一个问题 我在跟他来来回回的过程 最多问20次 因为问超过20次 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 那我今天有看到的讯息是 它已经开放到30次了 所以还是没有让你无限的问下去 这样子的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他可能这种情形 再来就是 如果你想要让他去表达一些什么 所谓的这种政治的观点啊 你跟他讲两岸也好 或者二乌战争 政治的 或是有颜色的 有没有 情色方面的 还是一些比较暴力的 哎 他这个部分呢 都会有我们一般看到那个 科幻电影里面所讲的 就是 人类的准则 有没有 好 第一个守则 以服务人为为目的 对不对 不能伤害人类 哈哈哈哈 啊 再来那就 所以你如果问他这种问题 他就会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 怎么样 回答你 或者他会 微婉的告诉你说 有什么样的 这个情形 你要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再来呢 你可以思考一下 训练资料 会不会演算法的偏差 这个会很明显 为什么 你要知道他的资料内容 是不是都来自网络 所以网络上有没有我们讲的 比如说 有色人种的偏差 对不对 或者是很多事件 好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刚好 前两天是六四嘛 那如果 对岸的 他肯定做出的这个AI 深层式的AI这种服务 他就不会有六四的这个资料 对不对 好 所以不同的国家 那不同的这些团体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领域 他可能网络上的资料有正确的 也有错误的 那你觉得网络上的正确的真的比较多吗 不一定 对不对 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比较多 那这个时候 我们 让他去查这些资料 他所查出来的 就有可能会把错的当对的 所以现在 我们在用这个chip gd 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 你 不能完全相信他讲的是真的 因为我们 一般用收信群 你是由你自己去做判断 可是现在chip gd 是他直接给你答案 那这种方式其实对于我们 在做学习上 其实有时候会有产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自己去 做一些研究嘛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你不熟悉的领域 那这个会非常明显 因为你不熟悉你就不知道什么 是对什么是错 对不对 或者说他讲的一部分是正确 一部分是错误 可是你判断不出来 判断不出来 这个就很麻烦 那比如说像我上次去大甲高中 那我就问他 那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大甲高中吗 他就讲的煞有其事哦 可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资深的老师嘛 所以他就看 其实很多是其实是不正确的 或者说你想要怎么样 哎呦 哎呦 请你帮我规划 到南头 我想要搭火车 你帮我规划一下那个路径 他真的会照你的画作 可是你知道到南头是没有火车 到南头有火车 但是到埔里没有火车 对不对 所以他还是真的会规划出来哦 这样OK吗 好 那再来就是一个大家另外一个 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就是目前我们用的这个确评GPT 他都没有标注资料的来源 当然其实在后面我们看到的 微软的bin 或者那个Google的bar 他基本上就会标注这个 来自哪里 有点像我们那个在word里面 或写论文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 后面有123标注那个来源这样子 那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看可能他所产生的内容是 票窃人家就是网路上的文章的内容 可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或者是产生图片这一块也很明显 明明就是某某人的画作的其中一部分 他拿的那一部分元素在 跟其他做融合 那这个呢 就会造成就是人家认为说 这个就有抄袭的一个嫌疑 当然呢 其实这里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智慧财产权 我们这样的观念 在AI这种时代的时代来临之后 他应该怎么去定义 因为你怎么用都很难对不对 也有太多的资料 音乐也是对不对 到底抄袭算是怎么样情形 那这个要怎么去重新定义这一块 就是需要人类去思考一下的 所以我们常讲 现在AI已经不是所谓的技术性的问题 而是什么 法律跟道德层面的问题 因为现在他就是一个工具 可是呢 这种工具很新 那么未来这些未知的领域 你要怎么去规范 因为我们法律常常是比较慢的 再来就是当他的技术性 或者说应该说AI的能力超过你之后 就是一种道德性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讨论说AI会不会毁灭人类 这个你问他他也会回答你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大家你可以问他一看 好 OK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未来大家要遇到的 但是很显然的 现在你所看到的AI 就只有发展怎么样 他还是小朋友 这样了解吗 他目前还是小朋友 但是你知道小朋友就这么厉害的 再给他不出几年的时间 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有所谓的AI同事 也就是因应少子的话对不对 人工变贵了 以后老板会配发你一个AI同事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工作效率提升 对不对 付一份薪水要两倍效率 因为有两个人 一个是人一个不是人 所以这个有 但是这段期间过了之后就很难讲了 为什么 因为他能力已经比你好了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讲 你们在上课继续睡觉再不努力 以后就有AI老板 然后他会开一个叫做人类动物农场 然后看这个小朋友 嗯 长得比较可爱 进入可爱动物区 有没有 这个比较会做事 好 进入劳动区 真的真的 搞不好以后很有机会 来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里没有看到那一段影片 好 我把它在这里 好 这个刚好是昨天 昨天那个 叫做那个叫什么 空大 空大的直播 我刚好有看到 因为我刚讲的 现在AI是在法律跟道德问题 那当然 还没有法律之前 道德也很难讲 所以说他先从法律面这边谈起 就是说欧盟他已经有在制作这个 所谓的人工智慧法律了 这样的草案 那还有他们政府有把AI应用在哪些领域里面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 其实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老实讲 你在网路上看到的 大家讨论都是比较属于技术面 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 我怎么去应用AI 但是 其实他在我们生活面的影响其实很大 对啊 你们如果有看过 最近有一个那个杨子琼演的 什么的 多重宇宙有没有 如果你有去看过 你可能会记得 他有一幕就是他要去申请那个补助 去类似我们那种社会局 去申请就是低收入户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他要做那个偿还债务的协商 那里面就有很多AI你知道吗 像这样子的 可能就是AI就自动帮你判断 你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形 那这个啊 其实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因为我觉得讲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再来往后这一个啊 那这个是今天的 你看这个是天下杂志 他好像是远流还是天下 他举办的这个论坛也是公开的 你看他在谈到就是创新人才的未来 那你觉得AI要不要练进啊 当然要啊 对不对 所以他有邀请到那个中央大学的 应该是蔡忠翰教授吧 好像是知科系的 他就提到啊 你要怎么样去培养AI时代的人才 以前我们都是比较有像在高中以前的学程 我们都是比较针对什么问题 然后呢解出所谓的标准答案 但是从大学以后 这样就不一样了 那甚至其实我们现在从小开始 我们教学方法就要做改变了 等一下我们都可以看到 现在这些AI我们在国小端 事实上也都可以应用 所以说怎么样去问出一个好问题 这个越来越重要 而不是回答出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那这个是以后就是一个蛮重要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 一样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刚好这两天我把这个资料有看到 所以我就补充进来 这样OK吗 各位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前面我想我们把这些概念 先理解清楚 那你再来做应用 相对会比较OK一点 虽然看起来 这些都是比较枯燥的 好像听我讲而已 但是其实多了解看看 对大家以后对AI的认知会有帮助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简包13页 这个就是最近AI孙艳之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呢 有人写好程式 你可以训练他 擷取某一段人的声音特质 然后呢 就让他去唱别人的歌 哈哈 所以我都说 现在以后诈骗都很厉害 你知道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接过那个诈骗电话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的诈骗会怎么样 你如果是接到电话 我们以前常见接到是某某人被绑架了 然后你就听到那个声音 那不是我们父亲 是我们儿子 对不对 现在不是啊 喊的那个真的是你儿子的声音 甚至你看到的影像 有没有上个礼拜吧 上礼拜还有那个 大陆的一个富商嘛 被骗好像是台币1000还是1500万嘛 他用视讯呢 视讯跟他讲话呢 对啊 现在AI他不只是模拟你的声音 连你的表情动作通通都有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找一个关键字叫DID 这个 找一个DID这个关键字 最近他也跟我们的Canva可以做结合的 你知道吗 我应该直接找我的那个给你看一下就好 这个是DID会讲话的 我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有做一段 DID 好在这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DID虚拟主国动画 我只有提供照片而已哦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DID虚拟主国动画 你还可以配上自己的声音哦 这才是可怕的哦 所以 真的 现在 时代不一样了好吗 真的不一样了哦 好 哎 所以 AI孙燕姿 就像你刚看到的这样子 所以呢 你会发现 这个AI孙燕姿很厉害 会唱好多人的歌 哈哈哈哈 所以你可以Google一下啦 自己去找一找听听看 那他保留了孙燕姿的声音特质 但是又能够去演唱别人的歌 所以 这个你参考一下 那 对AI的想象 其实呢 我们以前就有很多科幻电影在讲 包括很有名的 机械功底有没有 还有啊 AI人工智慧啊 这个云端情人 或者你看像什么 骇客任务啊 哎 这些都是哦 搞不好以后人类 生活的世界就真的变成像这样子 所以他里面提到的 事实上 都有机会发生 好 当然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另外一个 有没有 另外一个 多重宇宙的那个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从技术面 反正技术面现在是 已经算相对成熟了 但是从法律面啊 道德面啊 开始要做更多的规范 所以 你应该有听过最近 常常有人在讲 一件事情 他需要什么 哎我看一下 我那一个 哎 好 我可能把它摆在后面 就是有人在讲 AI要受到什么 监理嘛 对不对 要受到监管啊 因为现在的AI无法无天啊 你没有办法去管他 真的 你看深层的这些图片 你要告他也不是 不告他又觉得难过 对不对 好 好 那另外呢 我们看一下 简报15页有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影片 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对我们这个 所谓的 GPT的这个原理 ChipGPT的这个原理 想要有 比较更深入一点了解 我蛮推荐你来看这个 范科学 这个台湾算是一个很重要的科普类的媒体 那最近的动作很多 就是有推出了非常多的影片 科普相关的影片 然后呢 他们的媒体文章也都非常成熟 他基本上 应该算是国内第一大的 那当然因为他们也很认真的去做这些搜证 还有就是资料的一个呈现 所以他的可信度是相对比较高 那目前呢 如果各位呢 你曾经有看过那个科学人杂志的话 国内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专制科学营业杂志 目前因为他去年有发生财务危机嘛 所以呢他后来 现在新的老板就是这两个 叫做范科学 还有一个叫贝壳放大 贝壳放大各位有听过吧 就是常常在做那个募资的 那这个部分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 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不是很多 我就不要讲太多 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些连结 我都有帮你准备好 你都可以从我们简报里面直接连过去 那么这篇文章 应该说这个影片 你如果点上面这边也可以 就可以直接连到他的影片里面 你可以了解更多 OK 好 那么 谈了这么多 我们先等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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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